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现在玩黑胶跟手松咖啡一样都是品味生活的代表 像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收藏黑胶唱片还有唱盘 那在大安区域的厦弄里面呢 就有一间以黑胶为主题的咖啡厅 在里面从设计一直到装潢呢 每一处都是新旧融合的恰到好处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风格品味空间吧 为在青田街附近的深色咖啡 除了富有文青喜爱的极简质感外 里面上百张的黑胶唱片 还有各式古董级的留声机 更是让黑胶迷们趋之若鹜 老板娘本身就是十足的黑胶唱片迷 位在金华国中旁的老房子原本残破不堪 在他决心要打造一个黑胶主题的咖啡厅后 邀请新波咖啡的设计师重新改造 将原本的一楼与地下室变身成三个截然不同且复合式的音乐餐饮空间 一楼作为咖啡厅 进来就可以看到地板上长长一列老歌歌名 那是老板娘本身的歌单 也都有这些歌的黑胶唱片 平日的下午店里已经坐无缺席 很多人不仅是来喝咖啡的 更是来听老板娘放音乐及说故事 播放古董级的唱盘 讲述着黑胶唱片的历史 实际请每个在场客人拿拿看他的黑胶收藏的重量 介绍从吧台到座椅还有小小的摆设 无不充满着音乐的元素 到了地下室 映入眼帘的是带有复古风味的教室 在这边搭配着听黑胶音乐 仿佛回到过去的时光 而后面就有一个小小的录音室 只有花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帮客人刻出专属的黑胶唱片 最后来到一间装潢典雅的试听空间 阶梯式的懒人沙发 进来就让人不由自主的放松 老板娘热情的播放几首她收藏的经典黑胶 环绕式的音响 让在场的客人听得如痴如醉 我觉得蛮难得的是老板娘的出发点 是为了跟大家分享好的音乐还有自己的收藏 因此在这样的空间里面真的是砸重本的 去规划这样子三个非常精致的空间 然后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无可取代的体验经济 那听说在这个咖啡厅布园树呢 老板娘另外还有一个神秘的黑胶唱片招待所 如果下次有机会去的话呢 我们在大家一起去先读为快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大家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感谢观看